在立法會大會上 議員馬逢國就斯洛登事件提出緊急口頭質詢 多位發言議員都要求政府交代 會不會引渡斯洛登返回美國 我們是不能作任何披露 工黨的李卓仁就問到特區政府 有沒有請求中央政府協助處理事件 有關的考慮等等 是一個非常詳盡的規定的 特區政府是會嚴格按照香港的法例 以及既定的程序來處理 至於規定詳細的內容 由於時間所限 我不會在這裡覆述 整個任何一件要求現在逃犯的案件 我們都不會作出任何評論 多謝主席 黎棟國強調 任何人感到生命受威脅 都可以向香港警察求助 香港警方會致力保障公眾的安全 公眾的安全是指任何在香港的人 任何在香港的人士 如果他覺得他的安全受到威脅的時候 他們是可以向警方尋求協助的 對於斯洛登聲稱美國中央情報局 入侵本港機構 包括中文大學和私人電腦 黎棟國說政府十分關注有關問題 但暫時沒有發現網絡有非法入侵的跡象 政府非常關注本地的電腦系統 包括在報章上有報導過的 我們中文大學的一個特別的電腦系統 是可能被入侵的事情 我們通過了和他的查詢 他們已經確切告訴我 他們經過了一直24小時的監察 其實他們一向都是做這些監察的 現在並沒有發生這件事 他又說政府電腦系統方面 政府資訊科技辦公室 已經採取一系列措施 嚴防網絡攻擊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一帶 業務報導